來,你們看,你們先看 針對中央選舉委員會首頌之第十屆立法委員選舉 台中市、台南市選區劃分之公平性整理及安定今有不足 且在於黨所提選區劃分,進入二賭交協商遭執政的民進黨團火絕 什麼意思 已經發生了 這個案子有問題啦 這違法 這個是違反我們的法律規定 好,好啦 就納入啦 那個主席,我講一下 你讓我講一下 第一個 選區劃分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因為我們要重新去檢討,其實也是希望在這個檢討的過程裡面都是票票等值 讓選舉可以公平 但是如果這個處理的過程欠缺公開透明公正的話 這個是民主的很大的傷害 那這一次的這個選區的立委選區劃分 兩院的院長協商的過程 我必須在這邊坦白的講 也公開的講 這個過程對本黨團來講 我覺得我們沒有受到尊重之外 而且我覺得這個 這個可能已經違反了程序上面的正義啦 為什麼這樣講 第一個 第一個 我們不知道兩院院長何時協商這件事情 第二個 據媒體的報導 媒體其實寫得很清楚啦 這個是 1月7號蘋果日報的報導 他說今天蘇嘉全跟賴清德分別約巡了這四個選區的立委 只約巡了 這個 只約巡了這幾個選區的立委 我們 我們在整個這一次的選區劃分裡面 席次調整是一個 席次調整這個是一個 再過來是席次調整完之後選區的重新劃分 那因為過了那個12月31號 所以依照選霸法 得有兩院的院長去協商之嘛 可是 立法院是何一致啦 如果今天要談這件事情 院長 是代表立法院 那勢必應該要爭得立法院各黨團的意見 然後去跟行政院長來談 而不是變成兩院的院長私下談完 而且 你所邀去談的人 只是這幾個選區的立委 那等於我們在野黨我們完全不知道 我不曉得親民黨有沒有被告知 我也不曉得時代立黨有沒有被告知 難道以後我們不派人在那邊選嗎 難道你們都不派人在這邊選嗎 平東的選區你們不選嗎 台南的不選嗎 新增加的新竹你們不選嗎 都有嘛 所以我必須講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是看到媒體報導 我們才知道說 哇 兩院院長已經談好了 而且我們今天很善意的 發了一個協商的要求給院長 但是 我們非常遺憾的 秘書長 拿給我們這一份立法院的函 函給中選會的 連本黨團發函要求協商 都懶得回我們 直接給我一個這一個 這個是什麼 這就告訴我們 蘇嘉全賴清德化壓了 你們談好了 發給中選會了 不然你要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太粗暴了 真的太粗暴了 我們在這個協商的過程裡面 完全沒有被告知 然後就由兩院的院長自己來談 行政院院長我沒有意見 但是立法院院長代表 是一個合議制的首長 我們在立法院裡面 起碼還有幾個黨團存在吧 不是只有職任的黨團 再過來今天談的議題 叫做選區劃分 它是未來的選舉 不是只有現在的立委被影響 未來所有要參與這個選舉的政黨 都會因為選區劃分而受影響 所以我在這邊提出來是 我們對於這個過程 第一個我們完全沒有被告知 第二個我們不清楚 第三個更可怕的是 這件事情被這樣決定了 這個依照公職員選法法 第37條第五項的規定 沒有辦法在期限內完成同意 也就是說沒有辦法在期限內完成 立法院委員會的審議的時候 得由行政立法兩院的院長商定之 但是立法院是何一致 院長應該徵詢各黨派取得我們的同意 起碼我們有被徵詢 再來跟行政院長進行協商 這個才符合程序上面的正義 那所以為了維護選舉的公平跟公正 我們其實黨團 我們在12月份的最後一個禮拜五 我們曾經把這個案中選會的提案 提出來禁負二讀 但是被執政黨否決 以投票方式否決 就是代表不處理 不處理 我們會提出禁負二讀代表我們有意見 我們希望照什麼 我們希望照中選會的版本 所以我們提禁負二讀 被執政黨否決就算了 好了 接下來由行政立法兩院的院長來商定的時候 我們居然連表達意見的權利都沒有 然後媒體爆出來說 院長你找了執政黨的立委去談這件事情 然後這幾個立委出來還發表了高見 還發表了高見 立委王定宇受訪的時候 他說他尊重中選會的規劃 但是屏東的部分 立委蘇政卿說還有兩個方案未決定 有可能是動到他的選區 或者是中嘉賓的選區 之後再討論 要考慮最符合人口比例地形跟地理 他們的意見是有被聽到的 那我要講的是 結果有沒有因此動了 有 改變了 改變了原來中選會所送出的版本 原來中選會的送出的版本 也就是說兩院院長協商之後的版本 是跟中選會所提的版本不一樣的 這中間有多大的差別呢 兩個選區從原本差距兩千多人 到現在變差距六千人 你說這個有沒有差 這個是很大的差別 一個選區的劃分 從原本中選會的提案 高雄縣的選區兩個選區劃分 一二選區原本差距兩千人 經過這一次的協商變差距六千人 我先不要管說這差幾千人 先講程序上 在場所有在野黨 我請教 有哪一個黨團被知會這件事情 1月7號商定完 1月8號馬上發文給中選會 連立法院內部的再次的諮商協商 通通都沒有 我們要怎麼吞得下去 今天在高雄 在屏東縣的也好 台南縣的也好 這一些未來都想參與選舉的人 他看到這個結果之後 他要不要來跟本黨團抗議 說你們立法院的黨團 你們立法院是什麼啊 是現在是什麼啊 現在是黑箱嗎 還是現在立法院的在野黨是什麼 是背書嗎 是橡皮圖章嗎 所以我今天提出來的原因就是 第一個這個程序完全不正義 也不透明 也不公開 也沒有發揮立法院合一致的精神 再來這個結論有沒有形成 這結論已經形成了 就是變更了中選會原本所提案的屏東的選區 還有部分台南的微調 但是另外我要再講 中選會為了重新劃定這個選區 他兩年前就開始諮商各個選區 全國各地 兩年前我包括我自己 我就收到很多次中選會來涵 針對選區有沒有意見 還有開了好幾次的公聽會 經過公聽會之後 形成了中選會的版本 在今年五院送到立法院 結果 我們立法院我們半年沒有處理 最後一天進步二讀沒有過 然後院長兩院的協商 幾個小時就定案 然後就改變了 那我想請教各位的是 請問這樣子的程序正義你接受嗎 身為在野黨的各位好朋友們 你們接受執政黨這樣來處理這件事情嗎 第三個這叫選舉 這是一個選區的劃分 我們號稱民主 那就開大門走大陸 不應該這樣來做 不應該這樣來做 這個江委員的指教 我們都非常的感謝 我們的所有的程序 完全是照法律的規定來 我最大的期待 是希望委員會 能夠通過之後 趕快送二讀三讀到院會來 我們不想擁有這樣的權利 因為這個法律 就是這樣的制定 那麼委員會 召集人也不是 完全是哪一個黨派 兩個黨 國民黨 民進黨都有 半年為什麼不排這個案的審查 難道國民黨黨團不應該檢討內部 為什麼不排這個案的審查嗎 為什麼要到最後一天 已經沒有辦法完成再來提案進戶二讀 難道都不需要檢討都要檢討別人嗎 好過去十年前也是王金平院長 跟行政院院長兩個人在談啊 都是依照過去的慣例來 我也沒有預期 也依照法律的規定 是立法院長 不是立法院 所以 難道我要113個委員 全部都征詢 我怎麼征詢 所以 我當然就依照過去的慣例 跟法律的規定 來行使我的職權 那選區劃分 是否妥當 等中選會公佈之後 社會是可以來檢驗的嘛 等公佈之後 你們就來檢驗 看我們在選區的劃分 有沒有超越黨派 另外 有一個縣市 兩個縣市的人口 選區差10萬人 這個叫選區劃分嗎 差10萬喔 不要說差幾千 每一個選區 以台中來講 我請問 大烏龍 為什麼會跑到悟空 這個選區來 這是10年前 院長兩個院長決定的 這是很荒謬的一個畫法 你們怎麼不批判 所以我覺得喔 這個選區劃分 我都照法律的規定 完全都照法律的規定 照過去立法院長 跟行政院長他們的 慣例我來處理 我沒有議約 我應該有的權責 而且公佈之後 你們可以檢視嘛 看我們的 這個檢討 有沒有符合 這個社會的公平正義 跟地理環境 跟人口的分布 你們可以來檢視 這個喔 十年前開始小選區的時候 那時候選區的劃分 其實在立法院就引起很大的一個爭執喔 每個立委都要他自己最有利的方向 甚至於包括哪個禮哪個 每一個立委都有他自己的版本 那時候吵得非常厲害 然後吵得非常厲害的時候王院長就來主持 那主持的時候 可是由政黨 每個政黨的黨邊出來 一起來開 那可是政黨的黨邊的後面呢 都背著每個立委他的選區提出來的方案 然後大家一起討論 討論到最後搶稱的討論都非常難 甚至於有時候到最後是用抽籤的 那可是這個意思就是說 在選區的結果 是經過一個立法院密集的討論完整的 大家 歡喜感官最後決定了選區 歡喜感官決定了以後 然後再來才是跟行政院 我印象很親密 你們都不討論嗎 所以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在真的 每個委員每個委員的選區 在立法院真的非常冗長的密集的討論 然後 每個黨邊所背負的都是他的立委 他要的選區 所以花非常長的時間在立法院討論 這個我可以證明這個是事實 好嗎 好 這選區發文沒有錯 非常敏感 好 那這個過去 大家也在這個場合裡面 後來 我們對於中選會這次選區發文 因為10年多一定要 要重新來 一定要 第一個要考慮核限性 第二個要考慮合法性 所謂核限性就是說 剛才書院長講的 就有談到核限性的問題 就是要 要到人口比例來講 所以高雄277萬 台中 台中是 280萬 但是呢 高雄 變成比台中多一些 這是不對的 所以高雄勢必減少一些 就差這樣一點點就要減少一些 屏東也是一樣 減少一些 那我們內部 對於高雄和屏東 今天有一些 我們內部的壓力 大到裡面很難想像的 那 第一個 另外呢 這個本來就是委員會要去審查 然後到年底前 7年年底前 驗外通過 就說沒有人去拜 沒錯 沒有人敢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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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到最後 張宇辰曾經打個電話給我 我說 這個選擇法會很重要 你們要好好處理 我說一定的 一定照到你來 所以呢 一定是平常見 高雄見 對不對 然後 新的館 全家 台中全家 都照到你 照何先生來 我們不敢 因為假如不照何先生來 照合法先生來的話 知道 像提出四線 那問題很大 那選舉選下去才在的事件 那永遠沒有辦法處理 那各位回講一下 當初為什麼 那我只能談到 合法性的問題 所以 尤其委員剛才講的 沒有 過去 過去為這個事情 我衝刺很嚴重 我叫蔡豪很好的朋友 他這樣叫我 王院長的辦公室裡面 叫我一定要簽 還有 MG廟會在場 好幾個武黨群在場 問幾年 準備要完結了 那是非常嚴重的衝突 所以我說 你再怎麼約他都沒有用 照道理來 就是兩位院長協商 那我認為兩位院長協商 當初秀了的時候 我加上去 我知道這個一定沒有辦法解決的 那今天回饋到 那你曾經 擔心你公文都得利 好像聽起來像是黑箱 其實這個 那邊 我知道 我要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 第一個 一定要照道理來 天啊 事情沒有照道理來 齁 去澳 那種 三幾天都吃了 所以呢 剛才談到 新努憲的部分 新努憲的部分 新努憲政府弄來 一個案子是 是一個 呃 竹北 齁 十一個選區 兩個選區之間 差幾十幾萬票 十幾萬嘛 十萬 十萬嘛 這就要為了 啊 所以總共是這樣 兩邊平均 那這個最合道理 好到誰都不知道 其實坦白講 我們的 新努憲是我們非常堅困 其實要找選 找人去選都很困難啊 所以一定照道理去處理 當然 王定義 他希望的 我們很不敢 坦白講 我差不多要完結 但是 照道理 就是 才會增加一時 當然是新法 新 新 新市 嗯 永康 永康 新法 新市 那還有一句出來 那想要算 要跳來跳去才 都沒辦法了 因為就照最有道理的方向 齁 最少要變更 照最有道理的方向 那個人口比例都要弄好 所以這個都 各黨齁齁 每一個選區 都有人 不同的人會去做 進入挑戰 民黨 異負如此啊 所以這不用擔心啦 這 就不去 不去跟他們拚 不去跟他們 我們內部齁 就是 坦白講齁 內部大家 不然很注意這樣的事情 我們都 盡量克服 總長 你知道我們都了解 這很複雜 所以你告訴我們 我剛剛只是講程序的問題 我講的是程序 我當然知道內容很複雜 但是這個事情 不可能我們 在黨的黨邊 完全不知道耶 我沒有怎麼招待 請問 我都不知道耶 我完全不知道耶 如果你們黨邊在意 就要要求你們的召集委員 在時間內趕快排 那你們不排 那執政黨的召委也沒有排啊 那為什麼只怪在野黨呢 所以兩個大 所以兩個大 所以院長 我跟你講你可以去談 這是依法受止 但是 但是我剛剛只是在講一個程序而已 你剛剛講說 你不可能 113個都去談 去詢問他們意見 報告院長 如果我是院長 我會這麼做 我沒有辦法 我跟你講 剛才李鴻金委員 柯建民委員 經歷那個過程 如果基本上 如果連黨邊連黨團 都不知道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覺得 這個是很荒謬的事情啦 好啦 你講的不是沒道理啦 齁 你講的說 要打個招呼怎麼樣 不然你來講看看齁 那不是沒道理啦 聽下去啦 不是聽不下去啦 聽不下去啦 對啊 聽不下去 其實是 我們要處於內部齁 就很困難的啦 這種教導力 我覺得 這個程序上 有一點 就是說急一點 齁 就是說沒有招呼一下 這一點我想 也聽得下去啦 齁 那 如果我有想到這個問題 我也會提醒蘇院長 蘇院長當然 他照以前的觀念 一起去做下去嘛 那坦白講 我也沒有想到 應該是要告知了 不然我會想 大家來開解 因為 這中間 包括鄭民宗 包括江啟臣 農家說 欸 釣到這裡啦 一定不會 絕對沒有問題 而且照你們 想像中 的土譜會出現 你們期待的土譜會出現 應該小選人 所有阿德龍 你通編而已 你一定在喬這個 我一定在喬那個 我 很愛處理啦 你會記得知道 會記得煩惱啦 其實 這點最不好 就是 我覺得 可以 說句話是 不對 不對 我們覺得現在 都是對我們不理的 說八 這樣就好了 來 院長 這些主決議案 我們請各黨團拿回去參考 那能夠接受就接受 我們現在 時代力量已經離開了 我們沒有辦法再進行討論這個主決議案 所以我們的協商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好 謝謝 他們要保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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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師父就好 那個 其實 我要跟他主講 陳林輝都比較在意 我要跟他談一下 那個地方我們都輸了 政府政府都不好 好 那是保留 你們就要放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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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對 啊就一起 但是你要保啊 怎麼大家知道有沒有一件 感谢观看